我们即将登场的这位明星嘉宾呢 他从出道以来人气就是一路高涨 近期呢他又发行了个人的最新单曲生长 同时也是联合国环境署亲善大使 更重要的是 他是我们全眠时代纯眠柔金的代言人 那在今天我们全眠时代十周年庆典的现场 他作为代言人会给我们在场所有的粉丝朋友 给我们的品牌 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我现在想问一下我们在场所有的粉丝朋友 你们准备好了吗 你们希望在这个前面是在十周年庆典的舞台上看到谁 哇真的其实我觉得大家今天真的都非常的棒 因为你们非常的守秩序 才能够让我们今天的活动能够顺利的进行 所以稍后当小凯出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依然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秩序 这样才可以保证我们整个活动可以顺利的开展好不好 好 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你们最热情的掌声 来叫出她的名字 她是谁 好的 接下来的时间 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 用你们的尖叫声 用你们的热情 用你们的激情 来 请上我们的小凯 王俊凯 欢迎你 来 又请我们的李仪递上我们的话筒 来 又请我们的李仪递上我们的话筒 好 在这里 首先我们大家一起让小凯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好不好 准备好 3 2 1 好 小凯 欢迎你来到成都 来 首先给现场所有喜欢你的粉丝打个招呼吧 Hello 成都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安丁凯 你看今天现场粉丝从早上就来到现场等到你到现在 可以说呢 心情都是非常的激动 其实呢 作为我们的全面时代纯面揉金的代言人 我想问一下小凯 你觉得和我们品牌最大的契合点是什么 因为其实共同点还蛮多的嘛 因为本身全面时代它就是很注重环保的一个 是 对 所以说关于环保上我觉得就有一些很多的共同点 而且平常生活中我也会用一些全面时代的产品嘛 所以非常有意义 好 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我们在场所有的小螃蟹们 你们这个时候的尖叫声可以稍微停一下 你们不希望听一听小凯会给大家说一些什么话嘛 对不对 我们稍微的安静一下下 好不好 谢谢 好 其实刚刚呢 小凯有提到 有时候也会经常用到全面时代的产品 那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整个人的肌肤啊 这个脸部的肌肤是最为娇嫩的 所以在选择这个截面金的时候会非常的谨慎 那想问一下小凯 在这一块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技巧 可以分享给你的粉丝朋友 对 因为其实对于脸部的清洁就是 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属于那种比较纯天然的材质 纯天然的材质 对 像我们全面时代就是百分之百用的是棉花的材质 对 所以非常的柔软 非常环保 看来我们的小凯对我们全面时代的产品是非常的了解 刚刚小凯也说到了 我们的产品是非常环保的 那其实说到环保这一块啊 全面时代十年如一日 一直在环保的这个方向在不断的发展和探索 所以我相信说到环保 应该我们的李总会有一些话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再一次的掌声 请上我们的李总来到台上和我们的小凯一起来分享一下 很高兴见到李总 我到哪里 好 OK 那就这样 还是名站中间 对对对 看得出来都是老朋友 但是非常的客气有礼貌 在这里呢 我就首先来问一下小凯吧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环保心得 我觉得环保就是 就是大家都可以做了 就是比如说一些小事啊 像出门可以带一些自带的那种环保筷 可以少用一次性的筷子 然后少用一次性的袋子 对 然后少点外卖这样 就是要从自己来做起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的李总呢 对环保有一些什么心得 环保是要从我们的生活习惯开始 在我们的生活过程中间 尽量的用天然的材料 用天然的材料 产生影响的污染的一些材料 好 谢谢 感谢我们两位带来的分享 那其实我知道 全面时代的产品有很多 已经融入到了环保的一些新科技 所以能不能趁今天这个机会 李总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的环保新科技是在哪些方面 对 其实呢 因为棉花呢 它是不用任何加工 就可以生产出我们的 像我们的衣服和布料和我们的用品 这样呢 对地球没有产生任何的排放和污染 同时呢 它也是最透气的 最舒适的 最最环保 而且最贴肤的 让人会觉得很舒服 对不对 特别激动 也说不清楚了 是是是 好 也非常感谢李总 我们全面时代 对于初心的坚守 当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安静 你看刚刚工作人员过来告诉我说 如果你们再不能冷静的话 我们都要被叫停咯 所以能不能稍微的安静一下 不要再尖叫了 可以拿出手机来录制视频好不好 好吗 我们安静的来听 接下来我们的小凯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 其实呢 今天呢 非常不容易啊 能够邀请到小凯来到现场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正式的来进入到一个启动仪式的环节 那全面时代的十周年的庆典 我们也希望能够用一种仪式感 来更好的向大家传递环保的理念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要同时的邀请上 舞者先生 庞明秀女士 曾庆华先生 和居立波女士 有请四位 和我们的小凯 以及我们的李总一起 好 接下来我们将在现场 我们的朋友共同计刃之下 来开启我们全面十周年的启动仪式 让我们祝福全面时代随时再出发 未来更精彩 5 4 3 当然 既然是我们全面时代的十周年 所以接下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送上象征着美好未来祝福的生日蛋糕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邀请我们台上的各位嘉宾来银亮充满了美好与温暖的生日蛋糕钱 我们每一位嘉宾请伸出你们的手 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全面时代下一个十年助力 大家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全面时代 谢谢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和我们共同的开启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 谢谢你们 大家这个地方呢也感谢我们的各位领导和嘉宾 请我们的李总和小凯留步 请其他各位嘉宾回座 稍事收醒 因为今天小凯来到了现场来和我们的全面时代 共同的来庆祝我们的十周岁 所以我听说我们李总特别有心的好像准备了两份礼物对不对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礼物 我们的一个是李和我们全面时代产品 还有一个是我们李总非常有心啊 亲自挑选的我们的一个衬衫 另外呢我刚刚在我们的店里面给王先生买了一件衣服 我觉得是挺好的 好非常的有心 来有请二位来看向我们的摄影师的镜头来合影 好的谢谢谢谢 来有请我们的礼仪 OK好我们工作人员暂时保管一下我们的礼品 当然既然李总也为我们的小凯准备了礼物 我听说小凯也很用心对不对 也有我们的李总和这份礼物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花朵都是咱们纯棉柔井手工制成的 接下来就请小凯把这份礼物送给李总 有请李总代表全眠时代来接过这份满满心意的礼物 好再次用一张照片定格下这个美好的时刻 也预祝我们全眠时代永保初心一路高歌向前 好 好的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所有朋友到场的支持 也谢谢我们的李总 请您回座稍事休息 好谢谢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话筒 来有请 今天非常的不容易啊 在我们全眠时代十周年 迎来了小凯 那小凯也跟我们的全眠时代共同的开启了更美好的未来 那在我们这个最后来送上几句祝福的话给我们的全眠时代和所有喜欢你的粉丝朋友吧 首先就祝全眠时代能够越来越好嘛 嗯 然后呢也希望就是能够有机会一直合作下去 然后呢对大家说的话就是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来支持我们全眠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那个回去的时候可以注意安全 然后呢到家要 还有一份礼物是小凯的亲笔签名照 想要 想要吗 来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 中奖的这一位 记得在我们活动结束之后拿着您的邀请函去到舞台的左侧找到工作人员来兑换这张 你也可以接受一下 拿着您的邀请准备 你也不需要的邀请准备 那边吧 那边的邀请准备 我来说 我们要注意力的邀请 你去到备的邀请准备 你去到处理 我来说 你去到处理